CAMMA不只可以用來設計簡報 而且還可以進行線上簡報 跟現場的觀眾同學一起互動提問 我們來看看他要怎麼樣使用 你按下展示簡報之後 這邊有四種方式 您可以進行簡報 使用標準模式 它的方式跟PowerPoint一樣會進入全螢幕的一個檢視方式 使用自動播放 則可以直接指定每張投影片的描述 那它就會自動的依照這個時間自動的循環播放 當影片到最後一個畫面時候 又會從第一頁開始 使用簡報者檢視畫面的話 它比較適合雙螢幕的情境 那麼它會幫簡報者準備一個視窗 也幫觀眾準備一個視窗 簡報者這一端 您可以看到比較多的資訊 包括目前的時間 還有簡報經過的時間 然後呢 你還會有看到互動工具 以及下面的各個頁面的縮圖 那麼在右手邊 還會有備注跟Kermar Live 這樣的一個畫面存在 展示並錄製模式的話 就是您在進行簡報的同時 可以錄製您的Webcam畫面和麥克風 就能把講解的過程錄製下來 並且存在雲端上 不過目前只能用在Chrome瀏覽器 和Suffer瀏覽器上面 不管你使用哪一個簡報模式 Kermar呢 都有提供互動輔助工具 在螢幕的右下方 您可以找到它 例如我們需要一個倒數計時 按下0就會出現3秒的倒數 按下1就會出現1分鐘 按下2就是2分鐘 所以很方便 另外呢 它還有保持安靜 不只有動畫還有聲音 那在現場如果比較吵的時候 這個就很好用 這裡還有骨柴子穴 還有打鼓 這些呢 在現場都可以提高 現場的氣氛和互動性 然後呢 你在進行的過程裡面 你希望把它關閉的話 比如說我們剛剛打鼓 我要關閉它 你可以在上面按一下 你可以按下鍵盤上的X 就可以關閉它 最後我們來看看 Canva也有提供現場觀眾同學提問的一個機制 把開它之後呢 你可以按下 開始新作業階段 在網頁的上方 你就可以看到 只要進入Canva Live 輸入這個代碼 你的使用者就可以跟你做互動 同學把問題送出之後 我們在簡報端就會馬上看到 點到這則訊息 就可以把它顯示在簡報上面 如果要結束Canva Live 請移到右上角的結束 這樣才是正確的結束它 如果你沒有透過這邊 只是單純的把點報離開 它在右上角這邊 還會一直顯示這樣的圖示 提醒你Canva Live還在進行中 所以你可以重新進入簡報模式之下 按下結束